他被埋藏在一间非常简陋的墓穴里 用石头摆了一个阵法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邪恶之人不得附身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玛琳姐 根据沙海经的说法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中国南方的土地上 曾经存在一个很神秘的国度 与民国 这里居住着一群长相特殊的人 他们的头非常的长 全身布埋了羽毛 背上还长着一对翅膀 平时他们会依靠双脚走路 但偶尔也会使用翅膀飞翔 据说他们全身布埋了仙气 能够长生不老 因此当时有很多的道士 都会来向与民国请教 长生不老之术 过程中有些道士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 画了下来 例如这幅位在云南省苍原县的壁画 上面就描述了与民国的人 曾经教导人类 该如何耕种以及狩猎 不过呢 虽然有壁画为证 但大多数的人都不相信 与民国真的存在 毕竟光是他们的长头 就不属于人类该有的特征 但就在与民国被否定的上百年之后 西元1950年 一直来自欧洲的探险队 竟然在非洲中部 一个叫做尚伟来的地方 拍下了这段影片 影片的一开始 大家会先看到几间 坐落在森林里的草屋 一些年轻的男子 会在一天的最一开始 携带工具出门狩猎 一切都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下一秒 当镜头拉近以后 一个惊人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这个部落 不论男女老少 都有着一颗非常长的头骨 当时发现这个现象的探险队 非常惊讶 于是他们决定要立刻深入研究 后来才发现 这个名叫盲背图的部落 会在婴儿六个月大的时候 用草绳包裹婴儿头部 达到塑形的作用 而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习俗 是因为盲背图的人认为 只有当头部变长以后 他们才可以更接近神灵 难不成他们的神 有这一颗长头吗 离奇的是 除了盲背图以外 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 也可以看到有部落 将他们的头骨人工拉长 甚至在北美洲上 也可以看到这种奇特的习俗 但问题是 这些部落的人 为什么要拉长自己的头骨呢 难不成他们是在模仿谁吗 最重要的是 当我们顺着这些资料 继续调查以后 竟然发现 早在很久以前 世界各地就不断传出挖到长头人的消息 虽然这些骨头 大部分都跟盲背图人一样 是后天拉长的 但也有科学家发现 有部分的头骨 竟然不具有加工后的痕迹 甚至还有科学家在这些头骨中 检测出了不属于人类的DNA 也就是说 他们很有可能是一群未知人族 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羽民国吗 而如果羽民国真的存在 那么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呢 接下来我们将把时间 往前推回到100多年前 那年一群考古学家 在埃及发现了人类史上 保存最好的法老牧师 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一具 非常奇怪的木乃伊 西元1922年11月4号 一名埃及人在骑驢子回家的过程中 忽然他的驢子一脚踏破了一个洞口 由于此地是埃及著名的帝王谷 在这里曾经挖出了很多法老的墓穴 因此这名埃及人立刻将此事告诉给了霍华德·卡特 他是少数获准可以带队挖掘帝王谷的人 而霍华德也在接到消息以后 立刻带队赶往了帝王谷 经过他的初步观察 他认为这里真的很有可能是一座墓穴 于是他立刻展开了挖掘 果然就在几天之后 他们真的找到了一座法老墓穴 根据墙上的名文 墓穴的主人名叫图坦卡门 他是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统治者 于3300多年前下葬于此 由于墓穴从未被盗 因此后来考古队伍在这里 一共找到了5000多件 精美华丽的陪葬品 可想而知 当时这件事情轰动了全世界 毕竟这可是人类史上 第一次可以亲眼见到 如此完整的法老墓室 西元1925年 在历经三年多的挖掘以后 霍华德一星人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图坦卡门的棺木 第一层及第二层棺木 都是由木头制成 最后再贴上金箔 而第三层则是全金制成的 哇全金耶 大家可以想象了当考古队伍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有多么兴奋吗 于是他们抱持着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 打开了最后一层法老面具 没想到却看到了一具非常奇怪的木乃伊 只见图坦卡门的后脑勺部分 硬是比正常人多出了半截 不过虽然他的后脑勺比一般人还要大 但一开始考古人员也不是那么的在意 直到后来一名人员忽然想到 几年之前他们也曾在帝王谷 发现了一座奇怪墓室 里面的木乃伊也有巨大的后脑勺 他被埋藏在一间非常简陋的墓穴里 里面不但没有任何陪葬品 甚至就连墙上也没有壁画 最诡异的是 竟然有人在棺果的四周 用石头摆了一个正法 上面有一些符咒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邪恶之人不得附身 而这四块石头真正的用意 竟然是要将墓穴里的人 永远困在此处 感觉不管当初是谁建造了这座墓穴 他一定是非常的惧怕墓室里的人 不然怎么会在他死后 还要千方百计的困住他呢 更恐怖的是 当考古人员打开棺木以后 竟然看到法老的面具 已经被人撕毁 整张脸只剩下了一只眼睛 就连法老的名字也已经被人抹除 以至于考古人员无法得知 这名法老到底是谁 不过由于他也有一颗非常长的后脑勺 因此当DNA技术成熟以后 研究人员立刻对两具木乃伊进行了DNA测试 这才终于确定 这名法老就是图坦卡门的爸爸 阿肯纳顿 根据埃及的历史记载 在阿肯纳顿之前 所有的法老都认为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神 直到阿肯纳顿当上法老以后 他才忽然宣布 世界上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 阿顿 而这个阿顿翻译过来的意思竟然是圆盘 法老告诉大家 他是阿顿的儿子 换而言之他不是一般人 而是来自圆盘的神圣主宰 离奇的是 在埃及的记载中 阿肯纳顿一家的确都拥有着一颗很长的长头 这与其他埃及的法老形象完全不一样 难不成他们真的是阿顿的后代吗 离奇的是 除了阿肯纳顿以外 几年之前 又有人发现了相似的木乃伊 西元2017年6月20号 一部震惊世界的影片 刚刚被上传到了网路 画面中 几名研究人员 声称他们在秘鲁的洞穴里 发现了一具 只有三根手指头的木乃伊 据说木乃伊被人发现的时候 是呈现坐卧的姿势 除了有三根手指 及三根脚趾以外 再来最引人瞩目的 莫过于是他那颗长长的头骨 毫无疑问 当这则新闻被报道以后 立刻引来了很多人的讨论 一些人认为这部影片 应该是电视台造假拍摄的 但也有人认为 该影片很有可能是真的 而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已经不是 秘鲁第一次发现 诡异骸骨了 事实上 在秘鲁甚至还有一间博物馆 里面就存放了大量的长头人骨 例如这颗编号44号的头骨 它的脑容量竟然高达了1500cc 而一般人的脑容量 平均只有1350cc左右 虽然目前有一些科学家认为 脑容量与智商不一定成正比 但不可否认的是 根据考古的结果 越靠近近代出现的人类 他们的脑容量的确也比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 这颗比正常人还要大上很多的头骨 只是这间博物馆里其中一件非常普通的产品 因为有些头骨甚至还被检测出不属于地球 而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这些头骨背后的所有故事 就要再把时间往前推回到西元1927年 那年一位考古学家刚刚在秘鲁 发现了上百具长头人骨 西元1927年 另一则震惊世人的消息 占据了各大媒体版面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有人在秘鲁帕拉卡斯半岛的山区 发现了多具木乃伊 当时获得通报的秘鲁政府 立刻派遣了一位非常知名的考古学家 胡里奥·C特罗带队前往研究 不研究还好 一研究考古队伍竟然在附近 挖出了429具木乃伊 而后来研究人员认为 这群木乃伊应该是属于帕拉卡斯文明 由于当时帕拉卡斯遗址 挖出来的木乃伊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以至于一开始 他们只能先将这些木乃伊 暂时存放在当地的粮仓里 但这些都还不是最惊人的部分 真正惊人的是 这些木乃伊全都拥有一语常人的长头 当时看到这一幕的考古人员 一度还以为他们挖到了怪物 但是这些看在胡里奥的眼里 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胡里奥不只是一名专业的考古学家 他同时还拥有医学博士的学位 因此他非常确定 人类的头骨是可以借助外力 来改变他的形状的 而就在胡里奥自信认为 自己终于化解了一个谜团之后 忽然一名现场人员来报 他们在洞穴里面 发现了一具刚刚出生的木乃伊 而他竟然也具有长头特征 当时听到这里 胡里奥简直不敢相信 因为头骨塑形是需要长时间累积的 可是眼前的婴儿顶多也只有几个月大 怎么可能也有长头呢 难不成帕拉卡斯文明的人天生如此吗 根据胡里奥留下来的资料显示 在发现婴儿木乃伊以后 百思不得其极的他 立刻回去翻找了世界各地的医学典籍 因为他认为如果长头人真的曾经存在过 那么以前的书籍肯定会有记录 果然后来在一本19世纪出版的书中 他真的找到了关于长头人的记录 西元1841年 一位名叫做约翰·雅各布冯楚迪的医生 曾经前往秘鲁旅游 当时他恰巧碰到 有人在秘鲁慧茶镇的一个洞穴里 发现了一具怀有身孕的长头木乃伊 由于约翰是一名医生 因此当时他自告奋勇地参与了木乃伊的解剖任务 而当他好不容易将胎儿从母体分离以后 竟然发现胎儿也有长头 恰巧当时他的身上配有一台相机 因此约翰立刻拍下了木乃伊的照片 而后来这张照片也成为了长头人存在的铁证之一 因为很明显一个未出生的胎儿 是不可能可以塑形头骨的 毫无疑问在阅读完这本书籍以后 胡里奥再次确认了长头人可能真的存在 于是他立刻回到了粮仓 开始积极研究木乃伊身上的构造 然后没有多久 胡里奥就又注意到了另一件非常惊人的事 他发现这批木乃伊竟然全都没有旧齿 不止如此 他还注意到了木乃伊的身体构造 竟然与现代人完全不一样 一般成人的头骨是有一块额骨 两块顶骨即一块枕骨组成 在两块顶骨之间会有始状缝连接 但是长头人的始状缝却不见了 也就是说他们的顶骨不像我们有两块 而是只有一块 由于此时已经有太多的证据 证明长头人与人类不一样 因此胡里奥的心中不免产生了一个疑问 会不会长头人与人类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人呢 但还没有等胡里奥思考完这个问题的答案 秘鲁就又传出了一个惊人发现 时间继续停留在西元1927年 这一年秘鲁除了发现429具的长头人骨以外 还发现了著名的纳斯卡县 包含了巨人 蜘蛛 蜂鸟 秃鹰 猴子等等 由于这些地画的占地面积非常广 例如这幅猴子地画 它的总长就有110公尺 而这幅秃鹰图 从它的嘴部到它的尾部 也有135公尺 相当于5个篮球场般的大小 由于这些地画的占地面积实在太大 因此过去我们几乎不曾注意到 直到飞机及卫星普及以后 人们才陆陆续续发现了它们的存在 截止到2021年 我们已经在秘鲁发现了超过1000多幅的地画 这些地画的线条不但非常并直 甚至还彼此对称 一位曾经研究地画的专家 保罗科索就曾经说过 要绘制这么大幅的地画 必须要有人在高空指导 姑且先不论2000多年前的古人 到底是如何办到的 光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毕竟就连现在的观光客 要去欣赏纳斯卡线 都要乘坐飞机 那么为什么古人 要大费周章的绘制衣服 只有在高空才能看到的地画呢 难不成古代也有空中飞行技术吗 而就在大家专注讨论纳斯卡线时 狐狸奥这头又有了新的发现 而这个发现竟然还可以证明 帕拉卡斯文明就是纳斯卡线的创造者 西元1927年10月的某一天 狐狸奥一如往常般加紧赶工 开箱第156句木乃伊 根据狐狸奥太太的说法 这天直到半夜 他都没有看到先生踏出研究室半步 原来就在这具木乃伊的身上 狐狸奥竟然发现了一个直径5公分的圆形洞孔 由于这个洞孔实在太过完整 与一般受伤才会导致的颅骨破裂 完全不一样 反而像是开乳手术后的伤口 而且根据木乃伊头骨愈合的情况来看 当初这名患者在术后至少存活了好几年以上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根据历史记录 人类第一次成功的开乳手术 是发生在19世纪 麻醉药剂普及以后 就连在21世纪的今天 开乳手术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手术 在手术之前 医生会先靠核磁共振来扫描患者的头部 以确定证明患者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以及确定之后开乳手术的确切位置 而在手术的过程中 医生还会使用到很多的精密仪器 来协助手术顺利进行 可是眼前的帕拉卡斯木乃伊 至少是来自2000多年前 当时理应没有麻醉技术 也没有核磁共振机器 就连最基本的卫生条件 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理想 然而尽管如此 他们仍是维持了40%以上的术后存活率 甚至还有学者发现 500多年前的印加文明也曾经做过开乳手术 而他们的存活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 实在是非常惊人 但更惊人的是根据我们的调查 在考古界中史前开乳手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例如西元1995年山东省大问口文化遗址 就曾经出土过一颗距今5000年前的头骨 上面竟然也有开乳过后的迹象 而河南省也曾出现过两颗来自3000年前的商朝开乳头骨 甚至还有人找到了来自500年前的印加头骨 上面竟然有4个开乳后留下来的洞孔 另一颗更扯 竟然有5个洞孔 而这些人全部都在树后存活了好几年 而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最久远的开乳手术记录 竟然是来自西元前6500年的法国古墓 当时考古人员在这里 一共挖出了40颗具有钻孔后的头骨 对你没有听错真的有人在这里找到了40颗 8500年前做过开乳手术的头骨 以上这些证据让人不得不去怀疑 古人很有可能早就掌握了超乎我们想象的医疗技术 可是奇怪的是在过去几乎没有任何人 对这么惊人的事情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仿佛他们是考古界一个不可以触碰的议题 直到西元2017年才有人将帕拉卡斯头骨送去检验 然后他们竟然发现帕拉卡斯文明似乎是空降秘录的 西元2017年美国历史频道曾经将帕拉卡斯头骨送去实验室化验 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化验来厘清长头人到底是不是地球人 根据分子人类学家托德·迪索特博士的化验结果 他们确定了长头人的母系祖先曾经在15000年前居住在欧洲 但却在2000多年前忽然空降秘录 而托德博士之所以可以确定长头人是空降秘录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内都有一个名叫做立腺体的东西 而立腺体内有DNA 它只会经由妈妈来传给下一代 由于人类会一边迁徙一边反应 因此只要掌握了立腺体DNA 就可以一路反推祖先们曾经移动的路线 而根据专家们检验的结果帕拉卡斯文明是属于立腺体DNA单倍群U 他们在15000年前从中东来到波罗的海附近以后 就一直待在那里不曾离开过 直到2000多年前帕拉卡斯文明的母亲们忽然出现在了南美 这中间完全找不到立腺体单倍群U的迁移路线 这才会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空降来到南美洲的 巧的是在苏美文明及圣经中都曾经提到过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群天使他们曾经下凡与人类的女儿通婚 难不成帕拉卡斯文明就是天使与人类结合的证据吗 毕竟在苏美的传说中 阿努纳奇时常会戴着一顶长长的帽子 让人不得不去怀疑 当年若是阿努纳奇也摘下了帽子 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如埃及法老般的长头人呢 这难道就是一些少数民族拼了命也要拉长他们头骨的原因吗 也许一切正如盲背图人所说 如果头能够长一点也就离神更近了一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关注我们下期影片见 大家拜拜